剛剛有提到這個OneNote OneNote其實是另外一個翻轉學習平台 雖然不是今天的主軸 但是因為我都習慣上 我都把所有資料都準備在上面 各位再看也會比較容易 所以如果說您回去之後呢 您想要使用的話 因為你不是認真的嘛 不是不是真心的 你就用訪客就好了 這樣了解 你如果真的 我想要再去學學其他老師的東西 因為上面除了我的資料還有很多別人的 很多別人的都有公開的 所以您可以用標準會員也可以 兩個在學習的部分來講 訪客跟會員登錄 大部分90%以上相同 所以如果您覺得 我只想先來看看 沒關係 OneNote它有提供訪客代碼 也就是說你不用註冊 你只要按一下 就會取得一個八位數代碼 那取得這八位數代碼之後呢 下次你用相同代碼進來 你的數位學習的紀錄就會都在上面 你看過哪些 然後呢 你看了進度多少 做的筆記在哪裡 都會在裡面 所以在這邊 你看我把它點下去 OK 這裡就有一個八位數代碼了 這樣子的話呢 你就可以進到裡面去 那麼您進來之後呢 進到OneNote之後 預設是在這個發現裡面 這個地方 就是都是公開的 都是公開的 課程就比較像是叫 單元就是一個一個的教材 課程就是要比如說某一個課程 單一個課程裡面的 那一般我大部分都是公佈在群組裡面 類似班級 因為它有班級經營的概念 班級經營的概念 所以呢你點到群組裡面 反正發現裡面都是公開的 都是公開的 那您在這邊 我們今天我回去會把它開放 會把它開放 好 反正你不小心看到的 大部分都是我的 我公開的最多 所以如果您覺得說 想要了解一下 哪一個課程 你就按進去之後 在這邊有一個加入 加入 這樣就OK了 這樣就可以進到那個課程裡面 去做學習 OK 所以這個是OneNote平台的部分 是等於進去做學習 一起去做學習 非常好 近期間 然後 我們 把課程 說